在实战中,对手发球时而向右拐弯,又时而向左拐弯 有的时候又会发强烈的下旋,旋转多样 我们揭发球中会出现直接失误,吃转接高对手会有进攻的优势 时而回球直接下网 今天教大家一个新手接旋转球的一个小技巧 搓球控制方法 像这种对手摩擦球右侧时,球会发生强烈的向右旋转 解决方法,在来球起跳间瞬间切住左侧 就可以抵消球的旋转了 正手接中旋转时,手腕要稍微外撇一些 侧上旋切球时,拍形立起来一些 多向前向方加速发力 侧下旋切住来球的左下部,拍形烧平 如果发到我们的反手位,同样也是一样 在起跳点瞬间切住来球左侧 也同样侧上旋拍形烧力,切住来球左侧 侧下旋拍形烧平,摩擦球的左下部 像这种对手摩擦球左侧 并且来球向我们身体左侧拐弯时 切住来球的右侧 还是抓住来球的起跳点 因为高点器容易拐弯,不好找点 侧上旋时,拍形稍微立些 向前向方切球 侧下旋拍形放平,摩擦住球的右底部 发到我们反手位时 手腕内撇,同样切球右侧 根据上下旋改变拍形角度 不同的旋转,不同的手法 掌握方法均可有效 当对手摩擦球底部时 会产生强烈的下旋 会回旋 拍面放平,摩擦球的底部 这里注意不要去撞击要加摩擦 所有的错误手法一定要做到摩擦和停留时间 Vai 把它看得上去 含恨